在傳統金句樂器聲以及節奏中 畫著可愛金句臉譜 身穿可愛海龜裝以及海馬裝扮的舞者 用俏皮輕鬆又讓小朋友看得懂的表演 演出關於海洋保育及環保概念的戲曲 吸引著現場大小朋友的目光 慶祝兒童節海科館邀請國立台灣戲曲學院金劇團 特地為了海科館及兒童節 新編兒童戲曲曲目名為《偉大不掉的海馬捲捲》 兒童節當天在五樓階梯舞台演出 吸引爆滿的家長帶著孩子們到現場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也特地到現場 陪同大小朋友們一起觀賞 歡度不一樣的兒童節 參觀我們的海科館 那明天還有一天的假期 也回去之後跟我們的親父母講 趕快過來還有好多好多的 一些很好玩好看的東西來呈現 今天是兒童節 那我們兒童月小朋友最大 不是因為我姓同是小朋友最大 如果有在關注我應該有發現我非常重視兒童教育的相關議題 因為教育是對未來的投資 也代表著我們小朋友的未來 一個城市也就是我們基隆 未來怎麼替我們所有的小朋友著想 可以看出我們這個城市也就是基隆 一個未來的城市價值 所以四月 不過四月除了是兒童月 還有一件事情跟我們非常重要息息相關 也就是二十二號是我們世界地球日 今天海科館大家一起來看我們這個 海馬捲捲的小朋友 我相信大家都是愛護環境的小朋友 首先我們還要感謝國立台灣 戲曲學院的金劇團 在傳統的金劇表現上面 還可以帶入我們環境保育 永續海洋的議題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沉浸式的劇場 也是我們海科館發揮教育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我們非常感謝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特別有機會來到基隆讓我們的小朋友 除了在延續我們的文化傳承以外 還可以融入我們的環保議題 我想非常地感謝 那最後我想說 創造小朋友的笑容跟更優質的教育環境 是我們民意代表 責務環帶的天職 我代表這種市議會 非常感謝海科館 也感謝我們的藝術團隊 讓我們一起為小朋友打造永續 同樂還有自由追夢的未來 感謝大家 除了表演讓大小朋友看得目不轉睛之外 表演前的現場有獎問答 贈送的相關小丑魚 龍蝦以及章魚等氣球 更讓小朋友嗨翻天 海科館方面表示 這出最新巨馬 偉大不掉的海馬捲捲 除了兒童節在海科館首次演出之外 之後將隨著金劇團到其他地點公演 下次再回到海科館演出的時間 預定是今年的11月5號 記者吳俊松 記者吳俊松 吉隆報道